黑衣男用跑的穿越马路 朝着一名站在路边的男子连开好几枪 对方当场倒地不起 开枪的黑衣男跳上银色轿车马上落跑 整个过程前后大约10秒左右 骑士经过目睹这一切 下一大跳停了下来 我们这个座 这个座好像从八边 法国军那个将军站出来 那个切尾就 马骨后面我们就丢了座 事发地点位在桃园市桃园区 二号傍晚五点半左右 当时是倒垃圾时间 垃圾车准备要从前一个点开到这来 所以有零星的居民已经出门等垃圾车 而当天五点就有人发现 有一辆车一直出现徘徊很可疑 他这台车赚了好多千才会停在这里 早就买在这边了 那时候他看的时候 我跑回去赶快进去 不敢我就没有出来啊 召开枪的男子是桃园知名帮派 黑人家族的角头老大郭信一 当时他也是要等垃圾车 但才出家门不到十公尺的距离 就被开枪 郭信一左右肩膀锁骨右手掌和左腹 总够身中六腔 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 而事发之后 警政署长黄明昭和桃园市警察局长 许席荣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了解 高层也立刻开会 对于追查进度没有多说 但才刚进入新的一年 就发生脚头遭枪击的重大社会案件 警方也正在全力气凶当中 TVBS完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